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呢 旧时那些戏班 多数是落香的演出 演出完呢 咦 省力啊 今晚做完 立刻去下一个点 我们叫拉箱 去下一个点 那就立刻要走的了 那时候又没有那些车车 是吧 即是没有汽车跟你拉箱 又没有 不一定是靠河 又没有船 要走路的嘛 走路呢 喂 连手电筒也没有啊 不要说电灯啊 那 黑妈妈 又背着行李 又推着箱子 怎么走呢 原来的戏班很厉害的 总结出一句 黑泥白石 光水淡 给你走路的 逢着呢 黑妈妈走路 地上黑色的那些 肯定是泥来的 不要插下去 黑泥 白色的那些 石头来的 那些石路来的 反光那些 当然是水淡来的 照下去 踩下去是水来的 所以这句叫做 黑泥白石 光水淡 给你走路的 那 戏班总结出这句话 晚上拉箱就有保障了 是吧 喂 年轻 小心啊 黑泥白石 光水淡啊 你不要插在那里 黑色那里 哎 那些泥来的 整脚都来的 看到反光那些 你不要踩下去啊 不是整个很湿的 那 这些是拉夜箱 老实说 我们也试过啦 是吧 没电灯啊 那时 电筒都没有啊 是吧 那晚上 背着它铺过去 袋蚊 喂 那些棉胎什么都在啊 背着它走啊 那看一看 喂 小心点啊 是吧 那生活总结出来的经验 黑泥白石 光水淡 逐渐呢 去到社会 那逢有人走路的人呢 都懂这句话的 黑泥白石 光水淡 现在就没生命力啦 现在周围都有电灯啦 但作为历史一种见证 我们要知道 生活的总结 黑泥白石 光水淡 乐剧传统 戏与戏人 何车就先讲远多先啊 下期再续啦